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近期常常会看到的这个字 这个字读过是烟字 另外还有两个不同的读法 稍后再讲 先讲近期听得最多的烟字 烟是什么意思呢 烟是我们的口腔后面部位叫烟 与严格来说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鼻烟 在你的鼻孔一直直入 入到里面的位置叫鼻烟 口腔就是口腔入到里面的位置 另外还有咸喉 喉咙一路入到里面 就是属于咸喉的位置 所以这个烟是我们吃东西或吸气 都一定要经过的地方 所以烟喉这个池 除了指我们身体的喉咙这一部分之外 也都可以借用来表示一个交通的要塞 一个必经之路 比如我们可以说直布罗托 就是地中海的烟喉 如果说军事的一些部署 有一些战略的位置 你调兵衔将的时候一定要经过的 那就可以叫做烟喉 或者叫做烟喉重镇 除了这个烟喉 有这个意思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读法 是读到烟喉 读到烟喉的时候 是和这个字是通的 是动词的意思 吞的意思 所以譬如说 狼吞虎烟是这个烟喉 又可以这样写 很肚饿 大胆大胆地吃 又或者说这句 调回来 细着慢烟 又是这个烟喉 就是慢慢吃 如果食不下烟 一个人看到你就没有胃口了 你听到什么 就真的不想吃了 顶住了 那叫食不下烟 这个是第二个读法 另一个解法 中一个读法 是读入声的 读个烟字 烟 是指什么呢 在那里喝一 就是在那里抽一 不出声的 低声在那里哭 就为之烟 例如烟烟 他躲起来很伤心 又不想让人知道 就躲起来烟烟 低声在那里喝一 就为之烟烟了 所以就有三个读法 读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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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法都不同 都很清楚的 想到避烟 近期大家经常听到 避烟色子 将一枝 像棉花棒 像棉花棒 伸振到鼻烟 来取取出 取样 读烟 我试过 有一年 好像是猪流感那年 我还在立法会里面 我说 发烧 她们几紧 害怕我 走进去 这个会议厅 感染了所有议员 不然没有人开会 所以捉了我去医院 就去检验 就用这种鼻烟饰纸 辛苦的 一直伸到眉心 但是现在 普及社区的检测 用的不是这个 所以局长也解释了 它叫鼻腔饰纸 即是在鼻孔里 就不用伸到鼻烟 所以烟是较浓的 但是鼻腔就在外面 所以放心去做 不用怕